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薰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薰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总安乐行其勇出品》 第1457集 我是维志 上人的手杂 上民身口意愿 事行辞经堪忍 事间悔自诛难 愿行一时甚法 事于人间宣扬 如是阐明如法 修事安乐行人 之所成就真实 今天没有经文 因为安乐行品已经结束了 进入《从地勇出品》第15 你看我们这个标题就知道了 这是《总安乐行》 就把安乐行做一个总结 开启《从地勇出品》 上人间花了大概80%的时间 总结安乐行品 那也带出 接下来要讲《从地勇出品》的重要 要了解菩萨 为什么《从地勇出》 而且中间间隔了一个多月 之前是2017年6月 中旬开市 到安乐行品结束 上人行脚 7月25号才要继续开市《从地勇出品》 我们来看这个手杂 我们直接看图 比较快 把这个手杂拆成四段 这个上民 身口意愿 就是上 这个以上 就是指整个安乐行品 整个安乐行品都在讲什么 很明白的 明显的 在跟我们讲出 你示安乐行 就是身口意愿 示安乐行 那这个你持经的人 要能够堪忍 那也要把示安乐行这个持好 这样的话 就对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头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这个世间 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拙了 这 截拙 见拙 烦恼拙 众生拙 命拙 所以这些众生 这个 会来跟你 这个 你在说法的时候 他会有时候会来 来这个 难问 来给你挑剔啊 来跟你挑战啊 来给你难堪啊 等等 这之前都讲过了 就会有各种各种的障碍跟困难 但是 作为一个菩萨就要愿行一时圣法 这是整个 华经的精神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真实法 这一圣 大法给它弘扬出去 所以你要发誓愿啊 发红誓愿啊 与人间宣扬这个法 把这个法 好好的 产明 弘扬出去 这个红法立身就对了 那 最后一句你看 修世安乐行人 把这个世安乐行人 好好修 修持 受持 修持 如法修行的人 就可以 成就这个真实法 这是一个真真实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一个真实大法 上来用了八句话 就八行 这个八行这样八句 就把整个安乐行品做个总结 非常的简要 非常的清楚 那今天 重点啊 就是复习 是 这个安乐行品 那也带出 重地永出品 那安乐行品的总结里面上来补了一句啊 身无险故安 心无忧故乐 安乐行 我们之前破题也好 现在总结也好 因为总结要把这个整个 安乐行品第14 我们到底有没有学 学起来呢 有没有可以做到身无险呢 生安乐行 口安乐行 意安乐行 事业安乐行 这样就对了 那上来特别还补了一个 一三二四 一个三就是三鬼红经 大慈悲为士 柔和冷入依 诸法空为座 除此未说法 这个三鬼红经 那四修呢 二四就是一个是十安乐行开念过了 四修就是 常识修 五千修 五一修 尊重修 用这个 这个来搭配 所以 四安乐行 再搭配三鬼红经 跟四修 这样就 非常非常的 有力量 就可以成就真实 这个是 上来要教我们的 讲完 我们来看 今日文法心得 听经本来就要文而易词 听了之后要常常回忆 回忆我们要身体力行 这才是真正 听经我们有所得 所以你看 上来行脚回来 过了一个多月 要开始 开示 重地勇出品 还特别帮我们 这个回忆 复习 这个安乐行品 这个是用心良苦 所以安乐行品 我们就告一个段落 但是要把这些法全部 刻入心版 易词 在心里 然后进入八十天中 要去身体力行 这就是我们现在 人心的写照 就是这样 发心容易很慈喃 上来讲这个 第二段 世间悔自诛难 愿行一时圣法 开头就讲 就是现代众生的写照 就是这样 人心的写照就是这样 那我们做菩萨 做菩萨就是 要好好的发红世愿 我们常说 发心容易很慈喃 对不对 上来就讲了这句 可是 我们要 这个 修 是安乐行 那你就要很慈 很慈 在这个生口意 后面再加个愿 所以 我们常说 顾好自己的生口意 顾好自己的生口意 所以生安乐行 口安乐行 意安乐行还不够 这个愿 我觉得今天都听懂 原来这个愿 有大力量 有这个大愿 大愿力 而且要四弘四愿 的愿力 你生口意 三个安乐行 你才会顾好 要不然就没了 你就断掉了 这个 这个 上来今天有举一些例子 我在 这个 就是 师兄姐中间 或是 反正在众生当中也可以看到 这样 有些人 就是中间会断掉 因为这个愿力不够坚定 道心不够坚定 我既然穿起了冷露衣 还有什么 忍我是非呢 因为 这个 在修行当中 最 最常遇到的就是 忍我是非 忍我是非 很多人因为忍我是非 就 挂了 就 这个 不完了 就退转了 这样 那就是 愿力不够 刀心不尖 身口意没顾好 其实源头还是没有 没有顾好自己身口意 可能也许 你开口动舌 举手动足 你说错话 做错事 等等 或是没有穿好 人入衣 所以为什么整个是 宏寺院 看这个 上民身口意愿 事行持经勘忍 为什么把勘忍 放在最前面 因为这个勘忍 它其实贯穿了 这个 前面这个身口意的部分 这样 包括你的愿力 也要好好守好 贯穿这个部分 所以要 要搭配这个三轨红心 特别是冷的部分 要穿起冷入衣 造作的业力 已经成就了 那就回归第八四 学上今天把那个八四的原理 因为业四的种子 通通存在 第八四啊 不管你善业 恶业 对不对 都带到第八四里面 在讲生安乐形的时候 又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 这个很珍惜人生 要很戒慎 去行这个菩萨道 不要造作这些不好的业力 等等 好 来看上人的开示 请大家要多用心 上 以上刚才讲过了 民身口意愿 事行持经勘忍 这样 那事情就是 身口意愿 多讲多讲 反正大家就越来越少 听经本来就是要义词 要闻 要义词 听了之后 要常常回忆回忆 要身体力行才是 这样才会有所得 刚刚这几段 我觉得很重要 把它放到文法心得 那世间 因为现在这个世间 就有五卓二世 我刚才念过了 杰拓 建拓 烦拓 众生拓 命拓 对不对 这人间的生态就是这样 酌气很重 众生共业 所以 就 你在要 弘法立身 要弘扬大法 就有很多的困难 因为现在人的心理 不很单纯 那这个心愿也不很坚定 这样 所以 他有时候 这个发愿 要修行 要文法 后来就断掉了 等等 所以这就是现在人性的写照 那我们身口意 这个 上人就从 身一个一个开始讲 这样 身体力行 那 也要顾好这个 这个 说好话 身行好事 口说好话 等等 这个 要不然你一个没顾好 就会发生冲突 那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习气 上人说修行修行 最重要的就是修掉自己的习气 所以都是习气难改 所以都是习气难改 那你看说话 这个 有时候 这个想说 这个人很熟了 就是 这个 熟不拘离 有时候会这样 或是 或是 或者是 等等 过度的亲密 造成诬蔑 上人是讲了一句台语 口 口声 这个 我刚才讲的是 这个 有很多很多的谚语 都在讲这个 这个 刚才讲 过度的亲密 造成诬蔑 所以有时候 这个 很熟了 反而就 熟不拘离 然后 容易出口伤人 或是 想说给他脸色看 或 给他 给他这个讲回去 没关系 结果 人家受不了 就两个 就两败俱伤 就等等 所以 这是什么 这你自己伸口 没顾好 脱离的离 所以离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 这个 还有不只是离 上人说还有 冷 对不对 有时候你忍不住 那你忍不住 我也忍不住啊 大家就会 叫什么 对 对呛 对呛 呛起来 这样 所以这个真的要修了 就 这个 我也修了很久 就 这个 从以前理直气壮 会跟人家这个呛 呛 或是跟人家讲理 或是 甚至会 大声讲话 回回去 现在 这么多年修 离直气壮 再修 柔和散顺 稍微好一点 大概 不敢说修到百分之百 绝对还没有 但是 也会好 有好一点 这样 这个 我 过去 发愿 我三门还是 我就是要这样 很多人开始修行 都发愿 发愿说我要好好修行 我要在这里学法 我要为 这个团体 为人群去付出 结果 这是本意啊 可是 既然 有时候 去 遇到一些 能我是非 他就退 退转了 这我看蛮多的 这实在 上人讲这个 我是感触很深 就可以 浮现 很多很多的例子 一堆的例子 那我们 这个 自己先从自己修好 自己 好好 调合好自己的身色 对家人 对朋友 对法亲 都一样 这样 所以 要好好 也不要 也不要 受到伤害 对不对 你受到伤害 你的怨就会动摇了 所以这个 身口意 寺院 实在那里 真的真的是非常 非常重要 这样 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发愿如初啊 发愿如初 这个成佛有余 所以学佛 醒菩萨道 对不对 一定要好好把这个 世安乐行持好 而且堪忍 这里面的堪忍 是一个关键 这个佛陀也好 上人也好 叮铃再叮铃 警惕再警惕 这样 好 来看世安乐行 生无险故安 心无忧故乐 生安乐行 口安乐行 夜安乐行 世安乐行 这一章我也把它拉到图里面去了 那接下来就 总结一下前面 这个世安乐行里面 十种要远离的事情 第一个 远离富豪权势 二 远离邪人邪法 三 远离凶险西系 四 远离詹陀罗 五 远离二圣众 防修大圣之行故 像之前一开始不是说 要远离这国王王子 大臣官长 这些就是毫富全师啊 这些邪见人 当然也是不可以亲近啊 凶险 这个西系 相差相扑的 这都不可以 詹陀罗外道患治也不可以 二圣人也不可以 因为我们是修大圣 容易意见不合 或是被他影响 这之前都讲过了 远离欲想 远离不难之人 远离危害之处 远离极贤之事 远离续养 既远离如是时事矣 世民生安乐行 欲想就是这些欲望 不管各种的欲 这个贪欲 色欲 食欲 各种欲 远离不难之人 远离危害之处 远离极贤之事 等等 这个远离续养 上人讲说 就不要养宠物 续养其实 你当然不要去养那些 养鸡 养牛 养猪 这些等等 像推述 这样 这个 也不可以 不要养这些宠物 我还好我就不喜欢养这个 以前 这狗女儿说要养这些小动物 我都不太同意 不过她小时候也养过老鼠 后来也挂了 这样 养过鱼 也挂了 后来现在都不养了 我们家是不养宠物的 等等 所以远离续养 这个 原来经文里面都有讲 这样 还好 从小到大就不喜欢养宠物 养养植物 修身养性 倒是可以了 这个 是 远离 这个十个 十个 十个事情 这是 市民 生安乐行 生 生安乐行 就有十个要远离的 另外 修行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遇到这个 意见不合 虽然是同修 对不对 同门的师兄弟 师兄姐 这样 有时候也会意见不合 然后会冲突 会排斥 这样 那这个就是你心 这时候心 就要修一个什么 修五维法 五维法就是 诸法空为座 就是 你就不要执着就对了 这样才可以化解这个 人我是非 这样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一切法 诸法空为座 无维法 一切都空 那空的话 就人我是非 就没有了 而且穿起 人路一 还有什么人我是非呢 就没有啊 就是这样 因为 我以前有教冲突管理 就是说 冲突这四种 你对我错 你错我对 你对我也对 你错我也错 就不要执着啊 对不对 通常你会跟他冲突 最麻烦的是 这个 你对我也对 你自己以为对 可是人家也对啊 你就不要执着 对不对 就没有 就空了嘛 然后 如果说 这个你对 这个他错你对 就是 那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 宽恕他 原谅他 对不对 上来还教过说 对的人要跟 不对的人说对不起 对不对 这些都是把人路一穿起来 诸法空为座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 再来就是修大圣行的人 就是说 如果接触二圣行者 会妨碍 上来在这边是在举 因为刚才前面这十种 神安乐行要远离的事情 上来有开示 摘入了一点点 这样 所以如果 我们修行 道行不够的 你就不要去 接触这些二圣人 这样会妨碍你的修行 那因为这蛮重要的 上来又复习一遍 我也帮大家复习一遍 再念一遍 生 当远离十种事 远离毫富全世 远离邪人邪法 远离凶险西系 远离詹陀罗 远离二圣众 远离欲想 远离不难之人 远离危害之处 远离积贤之事 远离续养 这十个事都要远离 那刚才都是分成两张 我现在把它做成一张 就不再念了 大家看一下 就说 这十个 就是 生安乐行里面 前面的文蛮长的 整理成这十点 给大家做 总结 做复习 那上次还有举例 就举 我们的环保菩萨 一些老菩萨 他这个做做做 很辛苦 可是问他们说 会不会辛苦 他们说 不会啊 就是要把握这个身体 要做好够 就是要做得够本 做好够够 这个 人间的路要走得平 菩萨大家走得晚 是很重要 因为 你做了什么 这些所做所为 这些身心的造作 最后 你种什么因 就会得什么果 那这个造作的业力 业力种子成熟了 通通回归到哪里 回归到第八世 第八世 这个就好像一个仓库 这个种子寺 这样 放种子的地方 放你这些业力种子 如果你是善业 就放很多善的种子 然后这个惡 惡业就放很多惡的种子 会带到哪里 当我们这辈子结束的时候 就带到来生去 你看 上来这里就提到 那所有这些在人间 人世间的所有造作 这个五根对着五层 对不对 形成这些异式 特别到了第六世的时候 第六世 第七世这样 去分别执着 然后所有这些种子 都放到第八世去 到来生来世 这些第八世的种子 就会带到来生去 所以要很自我警惕 那最后又再复习 世安而行 深安而行 口安而行 意安而行 寺院安而行 那上文在开示这一段 就最后 最后最后 已经要进入那个 崇定有出品 的复习 我觉得上文非常非常用心 他这一段讲得非常好 我就摘入重点 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第一个 深安而行里面 就提到这个 刚才讲的八世 身体所造作的 做多少的结果 在这个第八世里面 会带到来生 这个意思都还在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 口安而行 就是要口说好话 你要辅导他人 我们要自度度人 自决绝他 要辅导他人 要说什么 说真实 真言真语 而且要 我们要安稳自己的心 也要去安稳别人的心 这样 这样口安而行 意安而行 就是这个意 要心存好意 意呢 就是自己的起心动念 自己的发心的意 要发心如初 要顾好自己的触发心 再来第四个 誓愿安而行 就是要立愿 直起一个意 就是什么 就是发心容易 恒心难 可是恒心是什么 恒心就是你要立誓愿 所以光是意不够 光是一个念也不够 你要立红誓愿 这样才会很齿 所以诸佛能够成佛 就是誓红誓愿 你看上来讲得非常简洁 非常清楚 所以我帮大家整理 就复习这个 思安而行 就把一些重点 列出来 好 来看 这个 这一页 佛为传法人间 尽一大事因缘 以诸菩萨从地出 而身至虚空 故云从地涌出 乃此为四相 而内含甚深离体 知就义似如下 这里就带出了 从地永出品 它的重要 这个佛陀为了传大法 来人间 这是一大事因缘 大家知道 菩萨从哪里来 上人意思是说 从地永出品这边 要理解菩萨是从哪里来 那这个从地永出品 菩萨他从地永出 上身至虚空 这是一个四相 可是 以试显理啊 这个四相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接下来 上来会为我们开示 所以 从明天开始 就进入 今天已经 起了一个头了 所以这一集 就看 大概才把它归到 这个 从地永出品 我就想说 这一集怎么这么多 安乐行品 可是 其实已经点到了 从地永出品 所以这一集 还是归到 这个 从地永出品 那这里面 从地永出 生至虚空 有很多很多的道理 上来大概结语会讲 所以 将来 要好好用心听 这样 那我们就来看 看上人的开示 佛来人间 是一大师音乐 刚才讲的 就是要讲华景 要圆这个 一大师音乐 让他圆满 那 现在讲 讲到十四品 安乐行品 那鼓励 鼓励人人 要入人群 发菩萨行 要修持这部经 对不对 要有坚定的心 那 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菩萨行 作为我们的方向 这大家清楚了 那菩萨从地永出 生至虚空 这个后面 有很多文 上来说这个画面 很精彩 这个 但是里面的含义是什么 还有蛮深的含义 有时候现在想想 想不太起来 想不太起来就是 不够用心 希望大家上来开示的时候 用心去体会 我们都会记得菩萨从地永出 可是这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又忘记了 所以真的要议词 真的要议词 修行者一定要了解 菩萨神在虚空 从地永出 那这个理 这个理 无形无体 可是这个理真的要把它记起来 用心体会 我一下也想不太起来 还是蛮惭愧的 到时候一起用心来听 把这些法都把它刻入心版 因为有时候听一遍不够 我有些师兄姐很精进 他就听两遍 听三遍 一直听 或是还一直做 就是要把它到入心 刻入心版 然后重入八十田重为止 就对了 所以这些菩萨要从哪里来 这个 因为行菩萨道不简单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它到底怎么来 然后要实施多用心 上人讲到这句 又加了一句说 还要回顾 就前面安乐行品 安乐行品听完了 要再回忆啊 多用心 好了 大家就多用心来期待 重定永出品 但是安乐行品的重点 全部也要把它刻入心版 好 祝福大家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的花感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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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